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降雨的范围跟规模都不大 都是一些零零星星靠近山区的局部午后降雨而夜 那么预期这样子的天气会持续到明天 以及到礼拜三可以看到太平洋高压持续的影响台湾 不过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面 在这个星期会有一些低压扰动在发展 并且在礼拜三礼拜四逐渐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在它通过巴士海峡的过程当中 就会带来一些南边来的水气 而且接下来礼拜五之后 大环境也会转成以西南风为主 所以在礼拜三礼拜四之后就要留意了 在南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 那么礼拜五之后中午过后的午后震雨 也会变得稍微明显一点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天气变化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今天主要就是中午过后靠近山区的午后降雨 预计明天也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那么礼拜三礼拜四就要留意了 在南边这个热带扰动逐渐通过巴士海峡的过程当中 就会带来比较多南边的水气到台湾的上空 银封面的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还有在南台湾 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银封面的短暂震雨了 那么另外刚刚提到了 礼拜五大环境转成西南风之后 会带来更多的水气到台湾的上空 这个时候中午过后的午后震雨 范围跟规模也会比较大一点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 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星期 一开始礼拜一礼拜二天气状况比较稳定 礼拜四之后就要留意南边来的水气比较多 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了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二礼拜三主要就是山区 中午过后局部午后降雨 礼拜四礼拜五可以看到 在银封面的花洞地区还有在南部地区 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明显的雨势 那么在礼拜五各地的午后降雨 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主要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还有水气改变的关系 所以是提醒大家 礼拜四之后能外出 最好是席带雨至出门了 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情况 那么温度的部分就要持续的提醒大家了 现在天气已经很热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北部地区未来这一周还是持续相当炎热闷热的天气 高温可以来到35度36度 甚至礼拜五到礼拜天会来到37度的高温 非常非常的炎热 真的是可以说是热浪天气了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真的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么在中部南部地区气温也是闷热的 33度到34度左右的高温 那么在南台湾更是夜间也是热红红 最近没有午后阵雨帮忙降温 一整天都是比较炎热闷热的天气 真的要提醒大家小心中暑了 好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持续晴朗高温的天气 只有在靠近山区的地方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 所以平地等于是一整天都是非常炎热闷热 所以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持续是晴朗稳定的天气 只有山区局部的午后降雨 而且这样子高温的天气会在持续一个星期以上 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么礼拜四随着南边的热带扰动 逐渐通过巴士海峡 水气会逐渐的增多 这个时候在花冬以及南台湾 就有机会出现一些降雨 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礼拜四之后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